身穿財神爺與財神罵的裝扮 手拿招財進寶的布條 象徵新年財運滾滾來 這是中和潭里里長夜遇辦 舉辦的燈籠遊街活動 今年突破一望 報名人數將近200人 活動也準備了100多份 相當豐富的摩采獎品 希望讓里民有一個 歡樂溫馨的夜晚 我們這個元宵提燈籠的活動 已經有辦了好幾年了 那今年的小朋友 也特別特別的多 可能因為我們今年又加以摩采 所以今年的人數 可以說是差不多 比往年多了一半 看到小朋友這麼高興 我們每個人都被他感染了 大家都很快樂 很高興 大朋友帶著小朋友 手上拿著可愛燈籠 對著鏡頭開心畢業 志工們也互相合作 協助維護里民安全 遊街結束後 再來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摩采時間 豐富多元的獎品 幾乎人人有獎 各式各樣的玩具 還有兒童花瓣車 拿到獎品的人 臉上洋溢興奮的笑容 不管是家長還是小朋友 都對活動給予肯定 我覺得這個活動辦得很好 那除了可以增加那個 林裡之間跟鄰居之間的那個情感之外呢 也能讓我們跟認識里長 然後他辦的各種活動 我們也能去參與 然後讓我們感情更融洽 非常溫馨 非常熱鬧 因為里長就是本著老屋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 人之幼的精神來辦的 如果以後能辦我們一定再參加 很開心因為可以跟這麼多居民 一起出來走街 可以當運動就又可以一起歡樂 就很高興 就是非常的熱鬧 很有春節的氣氛 非常的喜歡 說還沒有抽到獎品 可是我非常期待 我相信一定可以抽到的 不管有沒有拿到獎品 大家還是玩得快樂又開心 小小的公園擠滿人潮 全家大小利用機會起居一堂 不僅增添了新春佳節的熱鬧 也能留下美好回憶 中家新聞 中家詞 中頭報導